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 我很清楚 当年轰动到什么地步 你们还戳一些录音带 当年是录音带 你也有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卷 大家就在那听 当时正版卖了20万张 盗版卖了200万张 盗版赚钱了 所以1984年 那个时候我跟你去和说的时候 比方讲我们都没有老师 因为当时台湾两个说像是大师 一个是吴兆南 一个卫龙豪 我们是听他们的 可是在那时候呢 有一个东西不能讲 是我们偷渡 偷渡了那个马老师相声 录音带 还有那个侯宝林 侯大师的 我们偷听他们的 那时候还没解研 叫偷渡啊 偷渡进来的嘛 跟我们偷渡邓李军似的 偷渡靠香港朋友 都是他们香港朋友带进来的 我们就偷听 偷听以后就觉得有差异 大师就大师 所以我那时候演完之后我就心虚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拜过师 我根本不是一个说相声的人 也不是那个料 后来辗转了 我就透过朋友打听到马基老师了 我跟我王岳说我想拜师 王岳当场就支持 他说当然要学学好的 你以前都是个屁 他就这样讲我 你真的是个屁 你不该说相声 你现在今天碰到大师 你干嘛不拜师啊 这个事情是临时起义啊 根本没有准备述修修啊 1989年我7月18号 修修得给观众解释一下 现在很多观众不知道什么叫 红手拜师还送条肉呢 述修修 就是学费了 学费了 礼金嘛 见面了 对 我没有准备一时起义 我跟王岳是7月18起婚 所以那天是9月20号 我们新婚不多久 手上有一对戒子 金子打着到的 打着到的 我说王岳拔下来 好 连马进 当场我们就拔下一对黄金戒子 包着小红包带啊 在商业宾馆一个大厅堂 磕头 我们磕了三个头 嗯 然后把这数学奉献上去 就从此以后 我成为马进老师 在台湾唯一的弟子 其实啊 我跟台湾朋友交往 我深深感觉到 就这一套啊 师道啊 或者对传统的这种尊重啊 是是 台湾可比大陆 这个众多了 这个 你像马进老师 自己都挺新派的 他都不讲究这些 对对 他后来几个 后来几个师兄都说 哎 那个台湾弟子 国修老师 国修都拜师了 都磕头了 为什么我们都没磕头 后来他们也想做一个拜师业 后来他们换了个字叫谢师业 谢师业 对 还把这个仪式稍微补了一下 那从我们这开始 所以你说这个师啊 我倒想文道分析分析 你说这个所谓的师道 是吧 感恩之道等等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 在大陆的这个社会吧 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为咱都知道 师道之不存久矣了吗 师道不存 是因为根本没道了 就是过去中国儒家讲 天地君卿师 我也这样讲 对 天地君卿师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五个东西里面 是有一道贯之的 是有个道在 过去中国人 为什么特别尊重师道呢 是因为认为老师 他在传授的给你的东西 其实你尊敬老师 不只是尊敬老师这个人 是尊敬他传给你的道 你肩负了 传给你之后 你把这个东西背上身了 你把它背上身之后 你又你也很沉重 你也有责任 这个东西你要再传下去 这个道很严肃 所以以前呢 这个道就是一个 比如说用政治来讲的话 过去我们说中国 过去是封建王朝 皇帝很伟大 什么都听他 其实不是的 过去如生呢 常常用这个天道 来约束皇帝 比如说这个 哪边发大水了 怎么这个皇帝 你看天就罚你了 怨你 怨你了 就是告诉你 下罪己照 对 你在权力再大 还有个东西在你之外 那个之外就是那个道 所以连皇帝也要尊敬老师 太子要尽重老师 诗是很重要的 因为诗是在传道的 那么但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不承认 有这个道了 就比如说像现在大陆的社会 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 没有什么道德的基础了 传统的道德也都被打烂了 那么我们也不尊重学问跟知识了 那还有什么道可言呢 对 就从哪开始呢 你比如说现在你要说 现在的孩子 就大陆是独生子女 现在很有问题 很多父母就觉得 说我这个孩子怎么不懂感恩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有个调查 一大半的父母亲 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懂感恩 你知道这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这孩子 可能翻脸不认人 其实我说 这是不是父母当年自己种的恶果呢 包括爷爷奶奶 那么宠的溺爱他 搞到现在 他可以指着你的鼻子 一言不合 而且就是说 完全是为了我的需要 别的不择手段 可是当你这样说孩子的时候 这孩子给你降嘴 就说 我在学校 老师 老师讲课讲错了 我站起来 教他的错 老师就让我罚站 而且老师以后就把我打入冷宫 以后就这样 弄得孩子又越来越孤僻 而且就说 老师专跟那个班上 他爸爸是厅长 他爸爸是局长 那孩子 老师还给那孩子送礼物 过六一儿童节 所以孩子很看不惯 这个老师 我不知道李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在孩子方面 你有俩孩子 我儿子十七了 女儿十五了 最危险的年龄 对 当然我们从小教他们 带他们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我个人成长家庭 是五个孩子 我两个哥 一个姐姐 我下面一个妹 老四 我们一家的 其实功课都不是很好 对 功课不好 那么我爸是做细鞋 做一辈子细鞋 可是当时我在成长过程里面 我大哥二哥都是流氓 那个时候 那个是社会环境 他们就 你这发型 不是 我这是为了舞台画 就上不来特产的 我不是为了当流氓 我是尊重专业 我重视我的工作 我没那么花枪 我大哥二哥混流氓 我小学毕业那一年 我功课烂得一塌糊涂 那么我爸就拉着我说 你毕业了 小学毕业 你将来在随便念个学校 他说 国修 你功课烂没关系 将来念完书 进入社会 干什么都好 就是不要当流氓 我爸是这么劝我的 在劝的过程里面 我把它记下了 其实我们是山东小孩 万省小孩 咱们老乡 老乡吧 山东 我山东来一样 我们上一代父母 打小孩没少打 他不打不成器 对不对 不打不成才 棒打出孝词 所以我说 从小打我们就说 叫大爷 叫大婶 我们都这样叫出来的 所以现在小孩 你说小孩没礼貌 都不叫人的 那是父母玩宠坏 你不叫 不引导这小孩去教他 他不是打他叫 是说你要告诉他 说这是长辈 你要尊重 你要尊敬 是这个叫 一开始叫 我的孩子都很有礼貌 我们这一派的 刚当年那个 从上一代教育下 我们传承下去 那我儿子呢 传承到我的一个部分 就是功课烂 功课烂呢 我支持我儿子 因为我从来是小学烂 初中烂 我那年专科学校 功课也烂 那么烂到物与富家 对 那么我写的字 跟狗爬着一样 我儿子写的字 是狗咬的 他根本看不懂 他自己写什么字 自己都看不到 对对对 所以呢 所以他有一次 小学三年级 有一天回家 数学考了八分 他妹妹回来 那妹妹说 哥哥考八分 妈妈火大了 妈妈那边 王月他们三姐妹 从小他们三个 都是第一名第一名 全校的学校代表 什么都拿大奖 所以呢 他妈妈就火大 说你小心 你爸会打人 他们三个人 打小人很凶的 很狠的 你完蛋 他们三 跟你 他们三都很狠 对 他人想 真狠 然后呢 然后呢 儿子别吓哭了 妈妈说 妹子我们保护哥哥 不要跟爸爸讲 那妹子就说 好我们当然保护哥哥 那妈妈就说 你下一次 数学考好一点 儿子当然答应了 我当天到家 六点半一开门 我女人跑过来 爸爸 哥哥数学考八分 马上就掉转 太有意气了 真是 然后爸爸说 比我当年高多了吗 可是呢 可是后来 我拉着儿子 我说 我说 我不会打你 不会骂你 你已经过世 爷爷你没看过 他当初是这样教我的 说你功课烂 不重要 你将来进入社会 不要学坏 不要当流氓就好 我把这句话 再送给你 我这么教孩子 在教着过 不要学坏 你知道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谈 我儿子小学六年级 毕业的那天 我去了 现在台湾小孩 不能打 不能骂 不能踹 什么都不行 你知道吗 他因为他净体罚 那么我们 我们那个小孩呢 我儿子那个 那一班25个毕业的 那么他们整个学校 是五个班级 毕业典的时候 我们台湾呢 他是通通有奖 都颁奖 这校长奖 议长奖 董事长奖 还有那个 什么环保小奸兵奖 基本上就要鼓励你 对 人人有奖 那么在给奖过程 他们全班25个 只有五个没得奖 我儿子在里面 他没得奖 小学六年级 毕业典 全班通通一奖 他没得奖 我跟我朋友打电话 说前爸 我参加我儿子毕业典 他说 国修 怎么样你儿子 我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孩子 我鼓励你输在起跑点 他说好 这关键我支持 你儿子怎么样了 我说 你看他颁奖典里 大奖没有 小奖没有 鸟奖没有 屁奖没有 大小鸟屁奖都没有 我鼓励孩子输在起跑点 你看这下子 输得真彻底 孩子根本就没起跑 可是我讲到重点了 到后来呢 全校在校生 毕业生全部起立 唱歌 唱毕业的一个 他全校唱成一团 毕业的一个 在最后一秒钟 要唱毕业的一个 欢送了 这个班级25个 他们班只有两个哭 一个是一个女孩 一个是我儿子 掉眼泪 真性情 对吧 25个孩子 我儿子哭了 我那时候我就拍胸脯说 我值得骄傲 我儿子心里面有爱 你知道 这一刹那 他舍不得离别 他害怕这样美好的 同学的日子 不会再来 这一群毕业之后 我们各奔东西 以后什么时候见面 不知道 我儿子哭到不行 哭到抽搐 我这一下我就说了 李国修教育孩子的 观念是说 教现在小孩 现在父母 宠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保护他的安全 给他一个自由成长空间 教小孩教三样就好了 一教他想象力 二教他幽默感 三教他学会爱 没错 这才要 你这孩子这情境也挺幽默的 虽然考试不及格 但是咱们有爱 咱们有人性 很好 咱们去下广告行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想起自己了 对 我想起我念小学的时候 就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学校还有个毕业旅行 那么是第一回全班同学一起出去三天两夜那样 然后到了一个临走的最后一个晚上 然后大伙就睡那种大通铺嘛 然后我半夜就睡不着 动来动去 然后我们奈班的那个老师呢 就看到 哎怎么样 梁国修道 你睡不着 我说对啊 那你在想什么 我就想说 哎 明天我们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大伙就散伙上中学了 上中学呢 我觉得我们这班同学以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 大概以后可能也没机会见 然后他说 你觉得你特别好的朋友以后见不着很可怜吗 很难过吗 我说不不不 我那些很好的朋友以后还会约 反倒是一些不大熟的朋友 不大好的要好的同学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 然后他就说那你难过吗 他就说哎呀 你没想到你那么成熟啊 因为我这个成绩很烂 也是平常很很坏 爱玩 他说没想到你会想这个 也是你流氓就太难过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那你难过吗 我很记得 这就说到那天我们讲哭那个问题啊 我当时是怎么答 我说我也不会太难过 他说为什么 他说哎呀 做人嘛 就是这样 你心如不孔 我刚刚才想起来 我小学六年级就这样 就那么变态了 就那么变态了 不过李老师你说这个有有有有爱什么长亭外古道边的告别同学 是吧 有时候也有问题 你像我们大学 武汉大学 我们班有一个内蒙的同学 也是毕业了吗 同学们那天那几天都是在送吗 在火车站送行吗 那哥们就是性情中人 好家伙这个拉着同学的手啊 情话说不完呢 然后火车慢慢开动了 他那个 不是他那个情绪啊 弄不住 你知道最后他怎么办呢 吭尸一口咬在他那个同学 胳膊上 我说他他会咬不咬他自个儿 我们的同学跟着火车跑啊 他干嘛这样呢 就性情中人呢 舍不得了 舍不得了 对对对 咬一块肉带着肉纪念 对对 这个话 这个给我讲 对对对 说回来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你刚刚说要有爱 要有爱 学会 这个爱的 就是爱的教育最重要啊 然后你刚刚又说这个叫人啊 对 但你觉得这种称呼这种东西重不重要呢 就是也很重要对吧 就是说他这本来很多 现在很多人觉得会不会叫人 叫叔叔叫婶婶叫大爷什么的 这是一个形式 有人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哎呀叫人不重要 你知道前阵子还闹过一个笑话吗 前阵子呢 我们这一个友台啊 电视台上面一个主持人嘛 他就出来指着一个人说 哎呀你爸爸去世了很难过吧 然后他就说 你家父去世了很难过吧 你听过的 我没听过 你也没听过 就在北京出了事 说说说 就说主要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跟就跟这个 一个名人 一个名人死了 他跟他名人后人就说 哎呀 您家父去世了 很难过吧 然后就大伙都笑了 你怎么能叫你家父呢 对不对 然后后来这个台还出来解释说 我们是感同身受 我们也是尊重 应欧应欧应欧 对对应欧 对对应欧 咱们俩共用一个爹 对对对对对 全家共用一个爹 对对对对 不是大陆的主持人 这是我们的文化 有的时候我们主持节目 是习惯这样 我叫爸爸 有时候台湾也会 就是说什么爸爸 什么妈妈 咱爸来了 咱妈来了 你不是个家父啊 那女人叫人家老婆 叫内人 是吗 对对 不过你讲这个 还真是 就是说有爱的问题 我跟你说 现在 你想我们家 有些亲戚的孩子 就碰到这个问题 就说这个孩子 我现在都认为 你可以有个性 可以 咱现在都认为 你可以有自己的性格 但是唯一的一点 你不是遗产继承人 你不是贵族 你多少得有一技之长 你这一技之长 能安身立命 说实在话 你说你不爱搭理人 不爱叫人 没关系 对吧 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的很多孩子 他不知道 比如说 你帮我做了一件事 我要说声谢谢 不会说 包括什么叫嘴甜 咱要说 你从另一方面来讲 好像也是教孩子虚伪 但是人活着 就得有这些东西 对对对 他这事详细我父亲 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爸做细鞋的 做了一辈子细鞋 二年级 少年不是仇字卫 又有点叛逆 我回到家跟我爸说 爸 你做了一辈子细鞋 也没发过财 你为什么不改行 我这么说的 我爸山东人 就是说 你别我呀 大16岁开始 做学兔斗 今天就靠着这双手 谢谢 还没讲完 我爸说 你要我一讲 这五个孩子 你们拿一个 烧吃一顿饭 说穿一件 也说 我该什么好 今年年二年 他骂人了 你说话就跟我大爷似的 一模一样 这不是骂人 就这样 这个我大爷 我跟你大爷一样 他说 今年年二年 我该什么 人一辈子 能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圆满了 人一辈子 能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圆满了 对 这句话 我就借这个机会 分享出来 也是我作品所谈到 这个主要精神 我把这件事放在作品里面 再谈现实生活 父亲给我的影响 我们家三兄弟 虽然他们是流氓 后来都改邪归正 改邪归正 我大哥继承了我父亲 我二哥们去幼儿园 开娃娃车 我就专心做剧场 你要问平板板 会做多久 我告诉你 这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我得到我父亲 那个教育 就是人 要一辈子 能做好一件事 功德圆满了 这时候说到我儿子 我刚刚说 我儿子十七 女儿十五 我要说十六岁的我儿子 有一天呢 十一月晚上 一个礼拜六 十点钟 他到我书房来问我 跟我谈事 我看孩子有心事 他第一句话 把我吓到 他说 爸爸你是怎么找到 你自己的 哎呦 哲人呢 有智慧 这句话是一个 十六岁小孩 问他爸爸 不是一个三四岁 男人问他爸爸 你怎么回答 我知道他有心事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呢 你看你从小调教 我跟妹子 幼儿子人双语教育 小学双语教育 初中我现在初一了 还是双语教育 就我这时一开学 班上来个转学生 英文课时候 他跟佑老师 顶瓜瓜瓜叫 英语对话如流 我就问他说 你也从幼稚园学吗 他说不是 我才两年 我母亲给我请家教 我儿子自卑 自卑 他自卑 你知道 那我呢 就开始用幽默的方式 跟儿子沟通 我说你不要担心 整个地球 六十亿人口 两百多个国家 英语的语言 不过是两百分之一而已 你把英语练好了 有什么用 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对对 你这话应该跟我说说 对对对 他对这个问题很困难 对吧 没什么意义 没事没事 你把国语说好就好了 中文说好就好了 中文说了21世纪 中国人世纪 以后K人都会说中文了 对对 咱是最大的语种 对 咱干嘛学英文呢 要不学华语 对 咱们去下课课 像这样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老师 所以就是我觉得呢 我跟儿子沟通之后 我跟他讲说 你要先找到你的兴趣 你这个年纪16岁 无法立志 人生要立志 要立定志向 可是立志很难 你像我 我用我的例子了 我说我18岁参加话剧社 我一考进话剧社 社长跟我说 国秀恭喜你 学长送你一句话 你一朝踏上舞台 必定终身爱上他 这句话让我决定走 话剧舞台走到现在32年 就从兴趣开始 我用我的例子来鼓励我儿子 找到你自己 是 还真是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你说现在这个孩子 是不是你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有时候是两代人之间的问题 你比如说他心中没有爱 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 平常跟大人一点礼貌都没有 也不说话 他不懂这些 就玩游戏 在他看来 你们这些大人不配跟我交流 他会十七八岁的孩子 他觉得咱们根本没法对话 但是呢 比如我带他到北京玩 带他去吃披萨 吃完了剩下这么一小块 他要包起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家那个城市 没有这个披萨店 我包一块回去 给我爸尝尝 不错 那你说他是没有感情吗 有 但是平常大人都说这孩子怎么无情无义的 都是跟大人说话 所以也别太小看他 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 对你刚刚说 一开始说要有一技之长 这个想法呢 我觉得有点过时了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一个孩子 在孩子那一代 将来对他来讲 谋生的技能最好是什么 没错 因为所有技能应该是他自己发掘 而且说不定一个人一辈子会转好几次行 不是换公司 是转几次行 对 他可能要不断地发掘 那么有什么是转什么行都要有的 其实就像你说的要有爱 或者是要懂得跟人沟通 想象力 幽默感 学会 对 你做什么都需要 做什么都需要 然后智慧有机缘 智慧有缘 对 然后你进入社会要做一个成分的一样 三个 第一个是那个清合力